龙珠冷知识 七龙珠里潜力最强的两股力量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是神之玉树 也不是破坏能量 而是混血和科技 萨尔人混血的误犯 竭见一个发怒 就能媲美空辈的艰苦修炼 而盖洛博射科技力量 更是可以碾压超级萨尔人和超蓝 但如果混血力量和科技融合 那会爆发出怎么样的奇迹呢 眼前这个混血萨尔人叫佩皮诺 是六宇宙沙达星的 兹夫尔科学家和女萨尔人的独生子 还左手科技大法旋风之力 右手萨尔潜力 对抗十四宇宙破坏神手下 最强魔法师萨拉加 挨了佩皮诺一拳 萨拉加皱着眉头咒骂着 你一个萨尔小崽子 怎么可能有这么重的拳头 打得自己好疼 更重要的是 自己从他身上 几乎感觉不到危险的气息 佩皮诺纠正萨拉加 自己不是萨尔人 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沙达公民 我言 萨拉加不禁笑了出来 还欺讽佩皮诺还是太嫩 刚才居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跟自己耍嘴炮 因为他的话多 他唯一胜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就在萨拉加得意 自己解决了佩皮诺的时候 佩皮诺重新从他背后出现 原来 刚刚那个佩皮诺又是一个全新影像 这个看起来是个战斗小白的佩皮诺 让萨拉加很惊讶 再次被佩皮诺击到 萨拉加不像上次一样生气 反而笑了出来 看着佩皮诺又召唤出一个全新影像 萨拉加问他 为什么 他的全新影像会散发出气息和热量 这到底是什么技术 佩皮诺嗤以鼻的说 萨拉加 你连命都快保不住了 还在这做研究呢 而萨拉加却一反常态 他不着急解决佩皮诺了 因为他觉得 自己能从佩皮诺这里学到很多 萨拉加提醒佩皮诺 他可要小心了 虽然他可以召唤出很多复制体 但他的尸体可不会 一拳击中萨拉加的要害 佩皮诺开始嘲讽 萨拉加话太多了 萨拉加蹭去嘴角的卸字 他认为 自己又看透了一切 原来 刚才那一拳 是萨拉加故意为之 他从那一拳里 真切地感受到了 佩皮诺真正的力量和速度 现在 他已经有了应对之法了 佩皮诺看到萨拉加久久没动 他以为 萨拉加是害怕了 就叫嚣起来 你这混蛋 你终于知道 你的反抗没有意义了吗 我的旋风之力 还没有到达极限呢 如果全力出击 一招就能打败你 佩皮诺看到萨拉加急速后退 他有点发懵 难道 自己的实力真的吓坏他了吗 倒地的佩皮诺身上 再次响起机器的声音 正在复活中 清醒之后 佩皮诺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自问 刚刚那是什么 萨拉加解释说 那是他的空间之力 这是一个高级魔法 还能够击中 最靠近自己的障碍物 而且 是跨越空间的瞬间到达 佩皮诺现在知道 自己轻敌了 这个萨拉加 远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厉害 就在他不知 该如何破解萨拉加的空间之力时 萨拉加脸上 露出阴狠的笑容 他问佩皮诺 准备好进行第二场战斗了吗 就在萨拉加准备结果 配评论的时候 他被一股突然出现的力量击中 他看下空中 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 因为他看到 卡里弗拉 加倍和回乡又回来了 这让自己的工作轻松了许多 他可以 在这里把他们一网打尽 只是萨拉加没注意到 卡里弗拉三人目前的状态 加倍展现出的 应该是超二形态 而卡里弗拉更是拿出了超三个变身 可他们三个 不是去护送布马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布马仅仅是挨了一巴掌 就让贝奇塔爆发出超越超三的力量 如果 贝奇塔得知布马被杀掉了 那么 他会爆发出怎么样的力量呢 此时的萨拉达欣赏 贝奇塔正在跟 十四宇宙破坏神明尊主追知 尊主咆哮说 贝奇塔现在的蓝色形态 比他以往任何时候 展现的都更加强大 贝奇塔沉默着没有回应 尊主继续说 如果自己猜错了 那就非常丢脸了 不过 如果是那样 他根本无法打扮自己 更无法拯救他的妻子布马 至此 贝奇塔终于忍不住回怼起来 他说 自己再也不会去注意 这个可怜的面具怪的挑衅 他对加倍和卡里弗拉很有信心 他们不会失败 而且 贝奇塔觉得 尊主的话太多了 作为一位破坏神 他觉得 他们之间 应该用拳头来交流 听着贝奇塔的话 尊主感到高兴 他甚至希望 他们的战斗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这时 贝奇塔意识到 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不满的气息消失了 他联系到不好的事情 在看到贝奇塔身上的杀气沸腾时 尊主知道 他们注意到了同样的事情 尊主病态地笑了起来 终于 要来了 可贝奇塔不知道的是 就在刚刚 卡里弗拉三人带着布马逃离战场 布马觉得 他们已经走得够远了 请求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他自己也有事情跟他们商量 回想仔细感受了下附近的气息 没有察觉到危险 于是 他同意了布马的请求 但他让卡里弗拉和加倍保持警戒 落到地面上 布马谈言 他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幸好自己有B计划 回家纳闷 B计划是什么 布马拿出一颗胶囊 他继续说 他们可能不知道 这是自己公司开发的万能胶囊 加倍得意地说 他知道这东西 这可以储存房子 食物等等很多东西 布马夸赞加倍 不愧是贝奇塔的弟子 见识真多 可惜 万能胶囊不能储存活人 不然 就可以把自己放在里边 他们也会轻松很多 卡里弗拉中的眉头问布马 到底想说什么 随着一声响 万能胶囊变成一个巨大的胶囊 布马解释说 他借助斯福尔人的科技 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 这个胶囊可以贯装活人了 忘了说 没有宇宙的斯福尔人 跟斯阿尔人和平共处了 斯福尔人负责科技 佩皮诺 就是斯福尔人和斯阿尔人 结合的赏物 布马这里 他表示 自己还复制了当初斯阿尔人的探测器 这个东西 可以用来跟队友沟通 和计算对手的力量 有了这个 自己就算进入胶囊里 他们也能保持联系 布马很高兴 大家喜欢这些设备 他祝他们好运 最后 他再次为他们保护自己 所做的一切 表示感谢 就在加倍捡起胶囊的时候 布马的脸 突然从加倍的探测器里出现 这把加倍吓得跌坐在地上 反应过来后 加倍问布马 在里面感觉怎么样 布马让他们放心 自己在这里 就像是住在五星级酒店一样 非常舒服 现在 他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 敌人应该不会发现自己的 而且 自己有任何情况 都会及时告诉他们 加倍也让布马放心 自己不会让那些人 在沙拉达行上 肆意妄为的 这时 卡利弗拉吐槽 他简直不敢相信 布马会是贝吉塔的妻子 以布马的才智和相貌 配贝吉塔 就像是喝咖啡吃大蒜 非常不搭 加倍急时打断卡利弗拉 并表示 现在的他们 必须要决定 谁能保护布马 这时 卡利弗拉大声问道 他是认真吗 加倍还不懂 自己说错了什么 卡利弗拉模仿着他的声音 开始呼叫贝吉塔先生 这一幕 都得回响哈哈大笑 随后 卡利弗拉问加倍 他心里和眼里 是不是只有贝吉塔 这样看来 他就是保护布马的最好人选 如果他成功把布马 安全送到贝吉塔身边 那么 他在贝吉塔心中的地位 肯定会升高的 尽管加倍非常尊敬贝吉塔 和卡利弗拉的挖苦 让加倍有些尴尬 他只能小声嘟囔说 卡利弗拉就会欺负老实人 回响插嘴澄清 卡利弗拉的意思 是他对加倍充满信心 因为他心思细腻 可以在保护布马的同时 充分发挥战斗力 虽然他没有明说 可回响能看出来 卡利弗拉喜欢加倍 这话 让卡利弗拉的脸色 变得非常难看 他则被回响不要都管闲事 被表示 自己宁愿被割掉舌头 也说不出这样的话 就在卡利弗拉生气的时候 加倍脸色认真地叫住他 他表示 等打败那个恶魔之后 他们就回去 跟卡尔一起训练 听到这句话 卡利弗拉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他告诉回响 他们现在 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 回响也回应他 他们将调转枪头 找到那个可恶的魔法师 并彻底地消灭他 龙珠超里 六宇宙斯阿人到底有多强呢 漫画里 常态加倍几乎可以打平常态悲战 而学会了超赛变身的 卡利弗拉和凯尔 实力更是不俗 要知道 斯阿人都是实力为王 那么 作为六宇宙斯阿人之王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呢 此时的沙拉达星上 塞亚国王正在面对恶魔杀绿 国王感应到 沙拉达星上的很多人气息都消失了 首先是自己的许多部下 被失控的布罗利所杀 现在 贝吉海的妻子布马的气息又消失了 杀绿看着国王的样子 咯咯地笑着 还击讽国王 现在知道 他们要净化沙拉达星的话 不只是说说而已吧 现在国王承认 还应该在尊主这三个恶魔探上这边土地时 就加入战斗的 就是因为自己的犹豫 导致自己族群里许多孩子 市民和士兵的死亡 这是自己的错 但这更是沙拉的罪孽 自己一定要杀了他 为族人复仇 这时沙拉狂笑起来 还击讽国王战斗这么久 还连自己的身体都触碰不到 在这说什么大话呢 随着国王的发怒 沙拉的一只手臂被当场斩断 沙拉嘴里叫唤得大喊起来 还必须要找到一些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国王打断他 如果他们这些恶魔 在黑暗中过着如此安逸的生活 为什么 他们还乐意吞噬别人的光明 沙拉只是说他也不知道 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恶魔 都是从混沌中诞生的 突然之间 沙拉的断臂 从背后穿过国王的躯体 这一幕让国王难以置信 这怎么会 难道 这个恶魔的身体 每一部分都能穿越空间吗 沙拉一把召回自己的手臂 他私生告诉国王 尊主可是十四宇宙的破坏神 自己身为他的手下 怎么可能是一个无名之辈 国王迅速行动 他手上发出高温 开始修补伤口 沙拉一凝视着这一幕 他惊讶 这个家伙 难道感受不到疼痛吗 随着国王修补结束 他在胸前多了一道伤疤 国王回想起 与贝基塔战斗后 他们的交流 他觉得 时候已经到了 回到加倍这里 就在卡利弗拉准备出发的时候 他跟加倍擦肩而过 卡利弗拉感性的说 让加倍一定要活下来 加倍也温柔的让卡利弗拉坚持住 等自己把布马 放置到安全的地方 就来支援他们 这时 布马再次插话 他生气的问 为什么这个计划 从头到尾 没有人征求自己的意见 这历生的嘶吼 再次吓了加倍一跳 布马强调 自己之所以进入这个胶囊 就是为了 让他们在战斗中 不用顾及自己 如果他们不带自己 就会让自己的先发明 变得毫无意义 加倍听着布马的话 有些犹豫 布马再次劝说他 自己在胶囊里的气息 是完全隐藏的 自己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 他让加倍和女孩们 一起努力战斗吧 其他人瞥了一眼加倍 问他是否下定的决心 如果布马都这么说了 那他 也必须爆发全力 直面萨拉加这个恶魔 加倍自言自语起来 这将意味着 他不能犯任何错误